本周江苏卫视第二集 OPPO蒙面唱将猜猜猜 即将开播 在首期节目中 猜评团们就遇到了一位伪装的劲敌 这个造型也太夸张了吧 长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里面装的是寒红啊 他走不了路 这是个床垫吗就是 他不是玩性敌 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高 究竟这位造型夸张的蒙面唱将是谁 恐怕要在节目中见分小 而另一位主场的蒙面唱将 也成功引起了猜评团的注意 我想问一下 平常有人说你头大吗 我的头比一般人小 但我觉得他身形非常的好 一看就是一个大帅哥 他就是有自个坚持 底下穿得特别帅 对 有偶包 实际上这位被猜评团认为 有偶像包袱的蒙面唱将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彩排中也颇费心思 可爱 这个太阴隐了 对 你们又觉得这声像个坏人 我唱歌 真可爱 OK 除了用造型来隐藏自己 有些唱将还在小才艺中 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是唯一不垮的 有史以来第一次 好称史上最不垮小才艺的蒙面唱奖究竟是谁 其他蒙面唱奖 为了不被猜出 又会有哪些招数 敬请关注 9月3号晚20点30分 将最为是第二集 OPPO蒙面唱奖猜猜猜猜猜 吃谧面唱奖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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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